大家来到这里 看到我们的非洲象 是不是觉得他们的体型比较小 他小白又想象的那么大 这是因为呢 我们的非洲象 他的年龄还小了 我们今年的平均才8岁左右 8岁的非洲象 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阶段呢 因为非洲象的寿命 长可以活到60到70岁 已经接近人类的寿命了 所以呢 8岁的非洲象 还是小象的阶段 差不多相当于是9岁左右的小孩 像这个年龄的孩子一样 我们的非洲象呢 也是非常的活活好动 相当于魔法 有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的调皮的 这就需要我们的四岁园 每天不经养 细细的工作 从小保证团围 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好 现在我们的两位四岁园 把其中的四头小象 邀请到了我们的面前 我们的小象呢 每一头都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啊 那右边的两位小象呢 名字叫丹尼和路斯 我们的捷克呢 是一头功效啊 另外的三头小象都是我们的像啊 那首先呢 我们的小象们 还给大家打个身招呼啊 欢迎答应我到来 我们小象 抬起来当了鼻子啊 对我们的朋友们 打个身招呼啊 我们也可以向小象们 挥挥手 说一声你好 把育性好 这暂时就转身了啊 今天我们的路斯啊 也得开小菜了啊 谢谢啊 捷克地上的什么东西吃啊 我们的丹尼呢 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很有来了一个山的 六十多的转身啊 我们的捷克和我们右边的Nose 他们的鼻子非常漂亮 尤其是我们的捷克和水条是非常远 我们的两位小象的表现是不错的 我们把掌声伸给我们的两位小象 我们右边的Danny 还有我们左边的Anna 都抬起了他们的鼻子 游客朋友们展露了一下他们的象牙 大家可以看到在他们的鼻子下面 都是我象牙的 因为年龄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象牙还比较短 最明显的区别的就是他们的奥多 飞着象的奥多呢 要比鸭着象的大很多 220斤了 那么成年以后呢 产生就变大了 可以达到500到600斤 这动物件名副其实好有啊 那么我们的小象每天是这么多生 他们也知道这个大象 他们吃草动物 他们是不吃肉的 他们的食物呢 还是以青草干草树子树叶为主 其次为了他们营养的均衡呢 我们的饲养员每天还要为他们吃大棉树菜水果 像苹果啊 香蕉胡萝卜黄瓜 在夏天呢 还有西方 在冬天呢 还有甘蔗 红薯黄瓜 我们小象的食物呢 还是非常丰富的 你们满意吗 要不开心 啊 有客人们看到了我们的小象们啊 早点点脱落 我们的小象在跳进身上了啊 他们跳进身上的样子啊 有些非常的可爱的啊 这呢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但是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呢 也是能够活动他们的身体 是来的那种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